首先我想说的是 如果一部商业娱乐电影的英文片名 有出现小小兵 是不是代表着电影本身会不太妙呢 1993年的《作季公园》 是我第一部踏进电影院看的电影 也许应该说是被抱进去的 因为当年我才三岁 小小年纪的我就已经成为这个电影系列的粉丝 所以当新世代的《作季世界》登场之后 基本的商业娱乐心是很足够 却很失望这个新系列 并没有带给我旧版电影相同的感动 尤其是第二部《陨落国度》 更是让我感到难过 今年带着三位大元老回归的 《侏罗基世界》 懂怕天下 到底能不能帮回一层呢 就来听听我的光好感吧 呃...呃... 这支影片不会爆雷所以不用担心 呃...我是Wastwalker 欢迎来到... 哇... 2015年的第一部《猪肉机世界》上映之前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先跑去复习了前两集 由史蒂芬·史比伯指导的猪肉机公园 所以对于新的半重起续作 并没有为这个系列带来太多心意感到失望 但当年正值男主角 克里斯·普瑞特爆红的时期 很享受看着他在大荧幕上展现魅力 加上我也是女主角布莱斯·达拉斯霍华的粉丝 所以就让第一集过关了 第二集陨落国度 就让我难以忍受 到现在还是无法接受 恐龙对着镜头露出邪恶的笑容 现在到了第三集 找回三大元老演出 试图挽回旧系列粉丝们的心 不过对我来说 我只要求一件事 能出现一段让我回想到 猪肉机公园的这场戏就好 不过度复杂 光靠一杯水的震动 就让观众知道暴龙即将来袭 这种紧张的压迫感 是只想把场面越做越大的猪肉机世界系列 一直没有办法达成的 到了第三部电影《统霸天下》 也还是一样 虽然我这么说 但《统霸天下》在动作场面的设计 可说是这三部曲中最精彩的 这个部分稍后会再提到 诸罗记世界《统霸天下》的开头 延续陨落国度的结尾 给我们观众看到实权恐龙 与我们人类 还有其他生物 在这个世界共存的概念 这是让我对第三集最感兴趣的部分 和这些恐龙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但这同时也给我们错误的期待 电影并没有要好好运用这个设定来发挥 演出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与恐龙的冲突 我觉得在电影上映之前 释出的几部宣传短片就做得很好 在《诸罗记世界统霸天下》中 制作团队们想要把它打造成 娱乐性满点的商业爽片 这个部分他们的确成功达成了 全片有如叠爆动作片 加上各式各样满满的恐龙 再放入许多印第安娜琼斯 或是秘境探险那种冒险电影的风格 会让观众们看得十分开心 克里斯·普雷特跟布莱斯·达拉斯霍华 这两位在荧幕上依然赏心悦目 但当《诸罗记公园》的三位元老登场时 才是真正开始让我感到兴奋的 电影采用新旧主角的两条主线进行 虽然两条主线是有关联的 但电影的前半段 还是让人感觉好像是 同时在看两部不一样的电影 但我想对于常看电视影集的观众们来说 这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三位元老是本片最大的亮点 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角色 就已经让老粉丝们感动不已 新旧角色们在各自故事线中的互动上都极具魅力 当两条主线交错 他们终于见面之后是最令人兴奋的 但很可惜他们之间没有主线该有的火花 比较像是粉丝跟偶像们的见面会 我通常对于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片场没有太多意见 如果一部电影很引人入胜 我根本不想让它结束 但这个片场对《诸罗记世界统霸天下》来说 真的是太长了 虽然有一堆让恐龙迷疯狂的恐龙登场 还有各种挑战人类极限的动作场面 但在故事上深度不足 新旧角色没有火花 有如游乐设施的豪达动作场面 也完全不会为角色们的安危感到担心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其实是 电影中有一位看起来就是邪恶版的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连服装设计都很巧的跟前几天 苹果开发者大会影片里的Tim Cook相似 我给《诸罗记世界统霸天下》 3.5颗星 我想对于单纯想看恐龙的粉丝们 这部电影绝对能够满足你 老粉丝们也能稍微在电影中得到一些感动 至少没有出现下面这么荒唐的片段了 但如果你想看真正高品质的商业娱乐电影 还是推荐你重看《诸罗记公园前亮集》 或是去看还在热印中的《捍卫战士》独行下 谢谢各位的收看 大家喜欢这一集的表现吗 不同意我的想法的话没关系 都可以在留言区分享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赞 热爱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订阅 这样我们下次才能再度见面 拜拜